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我们在网路上销售产品又不会面对面 那怎么去展现个人品牌呢 小美又问到重点了 个人品牌里面的专家形象 其实很容易透过自媒体去展现 但是专家形象就是缺了一点人味 而能够补足这种人味的内容 就是要展现个人特质 这也是为什么网路上有很多网红 会有这么多铁粉的原因了 因为他们都具备了非常鲜明的人格特质 观众不喜欢关枪关掉的言论 只喜欢与人交流 这就是社群平台的特性啊 我们先来谈谈Facebook的活用方法 就如你说的 你在脸书上面贴的文章 谈到了很多关于美妆的讯息 有很多人来帮你按赞 那你是用自己的个人账号去贴文 还是你的粉丝专业贴文的呢 啊 我忘了申请粉丝专业了 我只有贴文在我自己的个人账号页面耶 那你知道个人账号页和粉丝专业 有哪些不同点吗 我大概知道个人账号可以加好友最多5000人 而粉丝专业没有好友数量的限制吧 对 我们来整理一下 个人账号和粉丝专业的几个不同点 第一啊 个人账号呢 它可以限制观看的对象 例如你完全公开贴文给所有的人看 或者是你仅限给朋友观看 但是呢 粉丝专业是完全公开的哦 任何人都可以看得见哦 那第二个啊 个人账号呢 它必须有互相双方加好友的动作 而粉丝专业呢 只要访客啊 它单方面的按赞就可以成为粉丝了 而成为好友和粉丝之后呢 才能够收到管理员最新贴文讯息通知 那第三个呢 个人账号的贴文啊 它没有办法去购买广告 而粉丝专业的贴文呢 它可以购买广告 来增加它的曝光率 让陌生的访客呢 也可以看得见 所以啊 为了加速贴文的曝光 一定要去成立粉丝专业 那上面这三个最大的差异啊 我是针对在行销上面来解释的 你刚说你贴的文章有很多的按赞 但是呢 你贴在自己的个人页 而不是粉丝专业 那你有设定完全公开吗 好像没有 我只设定自己的朋友可以观看 所以呢 你只想卖东西给你的脸书好友是吗 当然不是啦 那我知道了 我要赶快把我的贴文设定完全公开才对 然后再建立一个粉丝专业对吗 没错 当你的个人页面去设定成完全公开的时候啊 如果分享了美妆的专业知识 而你的好友看到了 并且帮你按了分享 那么他的好友呢 也才能够看到你的贴文 这样就达到行销效果了 如果呢 他的好友觉得你的贴文很棒 他可以呢 按你个人页面的追踪按钮 或者是去加你好友 但是加你的好友呢 必须要你同意 才能够互相加好友 但是如果他按追踪的话 就不需要你的同意 以后你发了贴文呢 他也可以看到哦 所以如果有人按追踪我 会有人数限制吗 个人帐号的追踪功能就没有人数限制了 而且依照目前脸书的粉丝专业 和个人帐号的触及率来说 个人帐号的触及率反而是比较高的 从这个按赞数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了 所以我会建议你个人帐号和粉丝专业 可以同时去经营 而且呢 贴文的性质要保持人性化 而不是那种大量商业化的广告文案 JoJo 有没有什么建议怎样保持人性化 又能兼顾推广我想卖的产品呢 我比较建议个人帐号呢 就使用4比1的原则 就是四篇去贴一些你生活上的发生的趣事 然后呢 一篇去做这个行销方面的贴文 因为这个个人帐号以亲朋好友居多 太多的行销文案 对他们来说就很容易让人家反感 而这个粉丝专业的目的 他本来就是为行销嘛 所以在粉丝业可以1比1的去传插 你的个人生活啊 还有这些行销文章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粉丝专业在行销上有什么功能呢 在脸书的粉丝专业为了追求 最好的用户体验啊 不断的去进行版面和功能这些更新 所以他每隔一段时间呢 就要去重新习惯一下新的操作界面 真的是有点累啦 不过呢我们掌握了一些大原则 不管他的功能怎么改 那这些原则呢只要记住 就可以去灵活的运用 像第一个功能呢 粉丝业啊 他可以去投放付费的广告 这是现阶段脸书的粉丝业最主要的功能 早期呢会尽量去收集大量的粉丝 是因为啊这些贴文的触及率很高 现在呢要拉高触及率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买付费广告 但是因为买广告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竞争的结果呢就是越来越贵 所以大量曝光已经不可行了 那会导致广告费过高 而订单却不如预期 那新阶段呢必须去研究一下 精准曝光的方法 也就是说啊把这个广告投给 有兴趣的人观看 才能够引发典籍的意愿 所以呢在刊登广告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去设定 自定受众还有类似受众 来当成收看广告的对象 那我们怎么去设定自定受众 跟类似受众呢 自定受众的设定呢最有效的方法有两个 一个呢就是把你收起来的名单 包含email啊或手机的号码 上传到脸书的后台去 让脸书的大数据去核对 哪一些人是脸书的账号 之后呢你在投放广告的时候 就去锁定这些人 因为这些名单呢就是有兴趣的人 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 去利用网站去迁入的脸书像素的程式嘛 把曾经到过你的网站的人呢 去设定成自定受众 当成你投放广告的对象 那以上这两种方法呢 都可以去根据自定受众 然后再去设定一批类似受众 百分之一的这些群众来投放广告 脸书的系统呢它会利用大数据 然后呢去依照这个兴趣的分类 帮你去找出那百分之一 类似的自定受众人口 我们就称为类似受众人口 如果以台湾群区来说的话 百分之一的类似受众 通常也有将近20万人哦 这20万人啊 并没有看过你的网站 也不是你收集了的名单 而是脸书去帮你找出来的潜在客户 对这些对象去投放广告的精准度啊 就会远远高于你 完全没有指定对象的乱象打脸方式好很多哦 除了可以投放付费广告之外 粉丝页还有什么功能 第二个功能啊 这个粉丝页呢它可以接受陌生访客的私讯 一对一的聊天 在脸书的粉丝页本身呢就能够接受访客一对一聊天私讯 对于这些成交客户啊非常有帮助 对收入服务呢也让客户感到很安心 如果这个客户量很大 或者是想要使用这个大量群发私讯的这个功能的时候啊 你可以去租用FB的聊天机器人的第三方平台的服务 像国内外啊都有这类的平台可以去比较和选择 那第三个功能啊 这个粉丝专业的名称要去符合想被搜寻的关键字 因为啊粉丝业的这个名称 非常容易被Google搜寻已经收到 所以呢你去用心思想一下 思考一下你的粉丝专业呢 应该要主打什么的服务 或者是你的商品是什么 然后呢你在命名的时候啊 就要去取相关的名称来当成关键字 那这些访客如果有需求的时候啊 他们在Google去搜寻这个关键字 就很容易在第一页啊就出现你的粉丝业哦 第四个功能啊 粉丝专业呢它可以有多个管理员 你不需要去曝露你自己的个人账号 这粉丝专业啊 可以有很多个个人账号来共同管理 所以呢可以有多个管理员去轮流贴文 或者是回复访客的私讯问题 那访客看到的身份啊是粉丝业的名称 而不是你的个人账号名称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的朋友知道你在网络上卖东西 就可以经营粉丝专业 不要在个人账号去贴这些行销文案哦 FB个人账号与粉丝专业的不同 一个人账号可限制观看对象 二个人账号必须双向互加好友 三个人账号贴文无法购买广告 FB粉丝专业四大功能 一可投放付费广告 二可接受资讯一对一的聊天 三名称要符合想被搜寻的关键字 四可有多个管理员 不需曝露个人账号 淡宝专专业